本周时间2月26日,大连立方召开新赛季前的适施大会,大连立方董事长张宁宣布在会上宣布,正伦加盟大连立方,横道已经关心了6名本土球员入队,包括了5名年金国甲,随着大量的年轻球员入队,横道此前已经通知包括正伦,齐心在内的6名边缘球员和老将,不愿归队可以运行向江。 这其中,正伦得到了包括了大连队内的多队亲爱,地方俱乐部总经理周军,此前在军事采访时表示,球队正在和横道聚选女人谈判,休校50年后,终后场在反手上实力增强力很多,但在竞工上还有些缺乏,我们需要那种有荡下军验的,有整体思维的,有拼得军舌的年轻球员,也有可能是1988, 1989年零段的球员,而这年88,89年零段的球员,就是恒大的阵龙。 在今天举行的新赛季前的试试套会上,大连立班董事长张琳正式确认,正龙将转投一方。 今年30岁的正龙,上赛季代表恒大出场12场,保密三个竞球,并有三次助攻,并且在恒大此前中超期连贯的过程中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尤其是2015赛季,在外人出现问题时,正式队阳和余汉超双线合并,才当对恒大守着中超冠军。